它的湖就是差不多很像香的那个四属安格 不能拿套一下了 哈喽大家好我是行人 其实也是蛮久没有在这里做开场啦 今天呢我打算跟朋友去一个网红打卡 今天叫The Pillow Melt Mountain 那如果你有看过我影片你就知道去年呢 其实每次在2月或者3月的时候 我会给自己办一个长假然后去休息等等 去年我就会去那个Ross Park那边附近潜水嘛 今年呢也不意外 但是今年我去的地方会比较特别的Pillow Melt Mountain 那边呢其实也是在一个很漂亮的一个景点 从那个山上看下去的时候也是很漂亮的一个海景 然后呢今天呢我会跟我朋友过去那边看 讲了不多也是没有用嘛对不对 那我就拍起来记录给大家看 好的东西也准备好了啊 其实也是挺怀念一下的 但是也是挺久没有去潜水 所以所以有一点小担心 东西又到了看到吗海边 哦我的天啊 真的是一种很大的怀念 那那么多的不错 好的终于千辛万苦 终于来到这个地方啊 然后在我这个身后就是那个Mao Mountain 但这个不应不是我们要去的地方 等一下我们要去的地方是要走过去那边 你想说你好 Anger 你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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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今天是我们第一次来到这里 你觉得什么 好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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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实也是有一阵子没有来到海边的 终于有时间了现在 然后你可以明显看得出 那边有很多辆的车 所以说我找到千辛万苦才park到那边 人真的是比我想象中还要多哦 坐到泰国上 现在我们决定就走路去那个 the pacific那边 因为那边从来根本没有car park 所以我停的车是非常非常的远 现在从这走路过去要20分钟 有够他妈的远了 今天的天气也非常的好 但不知道为什么水的颜色就没有那么的干净啊 但是必须说这里是有蛮多人的 但是讲真的真的是太危险了 给你看一下 很斜很斜你懂吗 从这里要上来 他那湖就是差不多很像江的那个四属angle 冷了太多一点了 但你是有一点好奇他们跳下去的时候到底要怎样上来 这里的环境虽然是真的很不错啦 说真的啊 但是就有一点危险 好玩是好玩的 所以刚下来 我还在从这里跳下去 好的 回来这里海边啦 现在准备下去 有够冷的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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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像有人忘记他的东西 那个谁冲上来人 闪到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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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 啊 啊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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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 好的那终于我们现在已经回到车上已经换了衣服了 总结来说其实也是蛮不错的这次的旅行 但是有一点小问题就是不知道为什么最近的那个海边的水变成越来越肮脏 就是没有像instagram或者是facebook他们那种看到那种蓝色轻泡的水 再加上那边吼刚开始我们走路过去的时候看到那个地觉得很像很低 但是实际上我们去到那边的时候你会看到他们那个地真的是非常非常的高也是很高 所以说这也是为什么我打上不跳下去的感觉 因为我觉得跳下去了就很难爬上来的感觉 所以说这么危险我就不错 但是过后呢我还是回来到这个的海边那边去 总结来说十分的话我可能会给六到七分吧 但是就是太多人了 那这期就是我来这里的vlog 如果你喜欢的话记得订阅分享给他按赞 那我们先准备要回去啦 ok bye OK OK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